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指示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售。 我们的歌儿进行到了团战第二场,这场不知道是节目组固演排的还是AB两组心有灵犀,演唱的歌曲都是走心的歌,开启了怀旧专场,A组有再回首,B组有故乡的云,这两首歌的表现的确是需要有一定的沉定和经历的人才能够唱出那种感觉的,除此之外呢,其他的歌曲是由舞台的呈现来说,感觉还是比较平了一点,除了李文,小鬼组的氛围就比较的热,整体呢都感觉很平和,特别是对于经典歌曲的改编,这是很大的挑战,并且由四个人主唱, 国乐双鱼版,这个难度就更大了,衔接不好整个就会垮掉,A组改编经典歌曲《光辉岁月》真在网上说的那么差吗?A组中镇涛逢提莫,黄启山,张碧晨,四人齐上,一起演唱全新改编的《光辉岁月》,这是一首北要非常经典的歌曲,也是很多音乐人入圈的启蒙歌曲,要把这样一首快支援口的歌曲改编到让人接受并且满意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就我个人而言,我是非常中意听经典的乐语歌曲的,但是往往这种经典的乐语歌曲的国语版, 总是会让人觉得很奇怪,所以这次他们把乐语和国语融合到一起,确实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作用,很可惜了,冯提莫和张碧晨合作演唱《神奇》,这是孙燕之原唱的一首《环宇经典歌曲》,也是翻唱度极高的歌曲了,众多的明星歌手都在各大舞台和平台演唱过这首歌曲,这次冯提莫和张碧晨的合作也是很完整的将作品演绎了下来,但是除了《舞美》之外呢,并没有给到大家太多的惊喜, 钟志涛和黄启山演唱了《再回首》,这首歌由他们两个人演唱也算是很搭配的,无论是资历还是经验,在场呢也是只有他们两个人最合适演唱这首歌曲,并且有故事的人唱出来的感觉还是非常有韵味的,很喜欢这首歌。 B组改编《故乡的云》带大家来到了春晚的舞台,B组首先由李文和小鬼王林凯开唱,带来李文的经典歌曲《你是我的Superman》,这首歌曲能够唱完整的,边唱边跳下来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李文自然就不用多说一下自己的歌曲不知道演唱了多少遍了,至于小鬼呢,虽然rap歌词是临时夹的,但是表现现场呢还是很完整的,没有出现忘词,还是一次很好的配合表演。 孙男和郑云龙合作演唱来自于《毛不易》的《一婚一素》,这首歌曲两个人也是很完美的一次演绎,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认可,并将现场歌手都感动流泪了。 这首有故事有温度的歌怎么能不让人喜欢呢? 另一组的另外一首歌曲是《四人其上合作》的《故乡的云》,这是费翔在春晚的舞台上表演过的歌曲,当年的火红程度放到现在来说的话肯定是一首超级网红的歌曲。 这首歌曲唱出了《背井离乡》的《思乡之情》,唱出了《家国情怀》,《几人》等也唱出了《小鬼有打酱油》的嫌疑之外,其他都是满满的深情。 这一期团战,两组都采取了422的战术,但全部六首歌表演完了,不知道怎么了,心里边突然有种感觉,就是这个节目感觉突然不怎么吸引人了,也许是这一场太平和了,烧而了一点火药味吧。 这便让人更加期待后面另外一场团战的表演了,超强的阵容相信一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大家一起期待吧。 吃光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给出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